美国银行连环报之后 连瑞士第二大银行 瑞士信贷都出状况了 相信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看到这样的新闻 一定都会非常的担心 你会担心会不会金融海啸再现 但是股神巴菲特却在这样的时间点 逆势加码买股票 相信赢家跟输家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非常清楚 今天抬股小跌了32点 但就像我们讲的 AI大行情才正要开始呢 我们AI相关的类股 零群间涨停 一定四星是再创新高 相关类股族群还有哪一些呢 如果你错过了车用 错过了元宇宙的大行情 难道你还能错过这一波 AI全新的开始吗 还有哪一些AI类股值得你留意呢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 投资握力放眼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技术面面巨道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顶级超盘手 那最近啊股市啊跌得蛮凶的 但你会发现啊 如果你有看我的节目 持续追踪我的赖话 其实我还是信心十足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底牌很强 我们的底牌到底是什么 我们是AK AK的底牌到底有多好 以前的电影都会跟我们讲 对不对 那个赌侠 赌侠刘德华说啊 师父赌神跟我讲说啊 拿AK不收哈 是棒锤啊 但为什么把赌变成说收哈 其实我认为投资不是一个赌 投资你要去研究 你要了解未来的方向 所以呢我认为啊 投资不是一个赌 你要去了解未来 那未来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只会看着报纸 哦看到利益都 哦未来很好 看到利益空 哦完了 未来没救了 我想啊 现在啊 影响股市 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还是这个星期的什么 联准会的利率会议 这次的利率会议到底会升息几码 其实我是率先跟大家讲什么 说不升息 但是有没有可能不升息 来我们继续看下去 来我们的升息大路径的一个预测 这就是我们多方的底气 如果说未来啊 你认为啊 会升息两码 那我认为你现在啊 就要赶快把你手上的股票全部砍光 或者是你认为会升息三码 我也认为你应该要砍光 因为升息两码 升息三码 四码 过去崩盘的几率就太高了 根本就是铁崩嘛 但是如果你站在你是联准会主席的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 你想要升息两码还是升息三码 我认为你现在开始犹豫了 你现在已经在那个十字路口 如果说你继续大幅度不理会市场的继续升息的话 现在银行已经报给你看了 对不对 现在已经早几家了 SVB Silvergate 还有第一共和 瑞士信贷出状况了 你不觉得 如果美国继续升下去的话 绝对是一堆银行 蹦蹦蹦蹦蹦蹦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现在你是联准会主席 你可能只要花一两百亿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硬要升息 未来银行倒闭了 你有可能要花几千亿 那你要花几千亿你还要救吗 你也只能放任他倒了吧 好为了避免金融状况失序 我认为这一次 升息一码跟不升息的几率会比较高 但我个人倾向是不升息 如果不升息的话 你不觉得应该是会喷吗 那如果你投资股票 你每次都是等到喷的时候 大涨的时候再进场买股票 根据大家过去的经验 你觉得是会赚还是会赔 我想后者会赔的几率比较大 所以现在的重点到底是 升息一码还是不升息 我认为升息一码其实已经就是远远的低于市场预期 就是跟完全符合市场预期 应该是这样说 因为上一次的CPI大家还记得吗 上个星期三 CPI公布6% 其实有很好吗 有没有低于5% 没有啊 那为什么股票大涨 因为符合市场预期 那也就说符合市场预期股票就会涨 那升息一码 升息一码 升息一码不就是符合市场预期吗 那这还不多 再来呢 如果 如果是不升息的话 是不是高于益预期 就是比预期更好 那比预期更好 你不觉得股票就是喷 那就没话说 那可能台股就直接上万六了 那到底是哪一种 我认为不升息的几率还是很高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你如果是 我刚刚讲 如果你是联准会主席的话 你现在要控制的是通膨 不是要把经济打趴 不是要把金融体系给全部打爆 不是耶 那通膨有没有下降 其实通膨已经下降 我上个星期有跟大家讲 生产者物价指数 就是生产者那边的物价 生产者物价指数 是一个CPI的领先指标 是红色这一条 红色这一条呢 已经率先的往下挫 挫下去 挫过了CPI了 形成一个死亡交叉 那些死亡交叉的话 就代表说什么 物价开始往下跌 那之前啊 在物价CPI刚开始的时候 CPI刚开始上升的时候 其实也是PPI先上涨 大家用一个逻辑去思考 如果你看一下便当店 现在电价涨 油价涨 鸡蛋涨价 对不对 你已经先涨到了 我问你 你的便当要涨价吗 你一定是先hold一阵子 hold到你hold不下去的时候 你再来涨你的便当价格 对吧 好所以现在呢 便当都已经涨价了 便当都涨 该涨的都涨了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说鸡蛋啊 原油那些价格 开始在往下跌的话 你会不会再继续涨你的便当钱 你不会啊 你可能想说 你开始有利润 好算了 不要再涨了 免得下跑客户 对吧 好所以呢 PPI已经开始下滑了 所以通膨是受到控制 你再去看一下原油价格 原油价格持续往下跌 这不就是物价吗 原油价格是影响物价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连原油价格都在开始往下走跌了 那你说 你还需要继续大幅度的升息吗 不需要了吧 你现在呢 已经慢慢控制住物价了 结果呢 你要坚持你大幅度的升息 只会造成金融体系的 烹敌 溃提 那这是你想要的吗 如果你是联准会主席的话 我想应该不是 那所以你要选择哪一块 绝对是不升息 或者是升一码 升半码 都有可能 好所以你看一下 最近有很多 那个因为这是信心问题吗 政府啊 瑞士央行啊 或者是FED 就是美国联准会啊 都开始猜蛋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分享 应该不是昨天 上星期五跟大家分享 我说猜蛋猜蛋猜蛋 你猜了没 你猜了没 不是跟大家开玩笑 不是咔嚓咔嚓 跟跟大家开开玩笑 因为现在美国政府啊 各国银行都在猜蛋 他们就是要给民众最大的信心 让大家不会去挤兑 如果你让大家的信心崩溃了 哦那挤兑潮来了 你可能需要花更多的资金 你才有办法救啊 所以你看 大家都在猜蛋 大家都在猜蛋 瑞士银行直接买下了 瑞士信贷 跟央行联手猜蛋 所以我跟大家讲的 猜蛋不是 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啊 是真的啊 那你再看一下 比特币的价格 从我们开始讲开始 有没有持续的大涨 持续的大涨 现在其实已经涨幅超过四成了 持续的上涨 那你再看纳斯达克指数 也是一样 纳斯达克指数 虽然说周五好像震荡一下 但是它是持续的向上 假跌破完之后就持续的向上 那你去看一下美国的一个两年期 公债殖利率是不是持续的往下滑 3.9 之前最高多少 最高的来到5耶 5已经跌了1%多了 你觉得联准会不会降息吗 有可能哦 今年有可能会降息哦 在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也大幅度的下滑了 好所以我觉得这星期四 就是决战星期四 这星期四啊绝对会有利多出现 但可能很多人还在 可能跟我在讲说 老师你看FET Watch 升息一码的几率还是高达八成 这是之前啊 你再看一下在上个星期 升息两码的几率都已经快要到五六成了 甚至有到八成的 那现在一直在下降耶 那完全符合我跟大家分享的预期啊 你看一下哦 在3月15号那天 美国到穷期货大跌啊 那一天我跟大家讲什么 你看我们那天只要有 有比较国际金融比较动荡 我们就会立刻的发文给大家 7点半我讲了 任何利空不跌都是绝佳进场机会 那后来呢我写完我发现 美股持续的在往下跌 我知道大家一定很很担心 所以你看这9点50啊 我马上又发了一篇漏漏灯的文 漏漏灯的文 这么长的文你看一下 我写什么 股市有涨就有跌啊 越是害怕你反而越要勇敢 因为有些事情啊 一万年都不变 你不变你就不会赚钱 那我的结论是什么 你看那天上个星期三我就说 不会升息 到隔天早上你看 晚上因为看美股看美国的资讯 我真的是太忙太累了 在3月16号星期四早安我写成什么 晚安啊早上我就跟大家讲 不升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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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今天我拿给大家看 这是最新的Fate Watch Fate Watch不升息的几率已经高达了 49.8一半一半了啦 你也就是说什么意思 这一次有可能不会升息 有可能不会升息 那你不觉得市场就是会 啾喷 啾喷 那你要买在喷的时候 还是要在喷之前买 答案很清楚吧 所以你看我们每每给大家最关键的资讯 所以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相关媒体频道的 现在就加入吧 打开你的手机相机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加我们的LINE 那我们每天都有盘前盘后啊 在最危机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做转折的关键资讯 那你看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讲 你看巴菲特持续的加码西方石油 也就是说在这么关键的时间点呢 巴菲特都在买股票 你看赢家跟输家的差别在哪里 很浅显一懂嘛 就是他们都敢什么在危机的时候进场买股票 找转机 可是呢大部分的投资朋友都是怎样 哦老师好可怕啊 银行报了会不会怎么样 哦那我甚至有粉丝朋友来问我啊 我说呃在这么悲观的情况之下 你再保守你也买个0050吧 连0050都不敢买了 那等到涨起来又去追高 那我想问大家一下 利多跟利空你真的觉得利空就一定会跌吗 利空就一定会跌吗 我觉得这让我想到 那个我之前小时候看那个整鬼专家 周星驰小朋友 小时候我根本就周星驰迷嘛 那时候他说人为什么会怕鬼啊 因为你心里很害怕 你想到鬼你就很害怕 那跟现在投资人是不是有点像 因为你想到什么 利空你就会很害怕你不敢买 你要等到没事了 你才敢进场 你要等到涨了 你才敢进场 可是每次涨了 你都是去追高 比如说来来来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随便举个例子 举好多例子 我记得去年 7月底 7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时候群创跟友达公布 两家公司Q2亏损103亿 亏损103亿 正式游银转亏 游银转亏 很可怕吧 那你看一下群创友达 买起了没 群创跟友达去年2022年 7月底 就在这个7月底的最低潮 公布了利空之后 就一路的往上涨涨涨涨不停 说区化库存结束了 又搭配嘎空 一堆人在底下做空 容卷就被嘎出场 就一路涨涨不停 后来呢 直到今年你看 修正过后 又持续的向上涨不停 涨了一段 对不对 好那你不要看友达 群创也是一样啊 是不是持续的向上涨 最近还在涨 那你说他们死了吗 从去年7月 去年7月是不是在这边 死了吗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那么怕利空 我告诉大家 你怕利空 我还更怕利多不长 那再讲个利空的例子 来2498宏达店 宏达店有没有死掉 宏达店甚至去年 还涨了一大波吧 有没有看到 元宇宙浪潮来了 一下从40块涨到90块 暴涨两倍 但如果你去看他基本面 基本面到底有没有好过 没有 基本面你看营收持续的没起色 王阿姨每年都说元宇宙要大爆发 每年股东会都说元宇宙要爆起来了 要飞了 每年都没有飞 但你看他股价死了吗 如果你说利空就一定会跌的话 宏达店应该死了100次了 应该到地域19层 我想讲没错吧 宏达店应该要到地域19层啊 那你看他 有跌吗 好像也还好嘛 对不对 跌跌还是涨起来了啊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你再去看一下他的获利的部分 那更别提了 不好意思哦 从来没赚过 从来没赚过 这么多年了 没有赚过钱啊 年报看一下 从2018年有赚钱之后就 都没赚过钱 1234 四年了 那今年可能是第五年了 都没赚钱 那股票有没有死 没有死啊 所以利空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我告诉大家 我反而怕什么 利多不涨 比如说我们看 之前我们出掉的元太 齐皇后 为什么出掉 其实他的营收也很漂亮 绝对比宏达店好 我们也是看他营收 看他获利 但是呢 你看一下 我们买完之后 我们买在这附近 买完之后一波向上 我们在200块附近出掉 我们为什么出掉 为什么从这边买进 这边卖出 从174块附近买进 200出头把它卖掉 而且呢 我们是卖对了 现在看起来呢 你会发现他是持续往下跌 那为什么我们那时候卖 我们那时候就跟大家讲过 元太去年赚 百亿啊 创新高啊 那这不是大利多吗 你看 2022年啊 获利99.39亿 成长 90% 棒不棒 漂亮吧 漂亮啊 但是股价 你看 后续的股价是长什么样子 你再看一下 后续的股价 有没有 有没有我们这边出掉了嘛 200出头出掉了嘛 出掉之后呢 啥一下 你会觉得老师你出错了 结果你再回头你再去看一下 验证我到底是对还是错 跌停板避开啊 有没有较劲 有较劲 有没有 有没有较出 有较出啊 这就是我们讲的啊 你不要去太怕什么 利空啊 利多不涨反而更可怕 现在是什么 利空不跌啊 利空没什么跌 我们来看一下台股 我们看一下大盘的部分 大盘的话 你会发现啊 真的是非常强势 大盘维持在15500点之上 走势是强于什么 其他美国啊 欧洲啊 亚洲各股啊 你会发现像亚洲国家的股票的话 你看深圳 深圳今天又要探底了 你再看一下香港 香港的部分 恒生今天再创新低 你看这些国家的股票都持续的往下跌 韩国呢 还好啦 日经震荡 那我们台股呢 台股就是强 台股就是强 那在这么强的情况之下 你还不觉得 值得你进场吗 但是讲 讲到这边可能 还是会怕 老师 老师好担心哦 老师 利空 老师 银行 银行要倒了耶 会不会怎么样 每次你不想投资的时候 你都有一千种理由 对不对 你每次都要等到涨起来的时候 你才想去买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刚刚讲的宏达电 刚刚讲的宏达电 不对 这是一粒电 宏达电的部分 你有看到它基本面好过吗 那为什么你长起来 一堆人喜欢去买它 因为它长 因为它长 大家就帮它编故事 编出来故事 哦 元宇宙好好好棒 但是你不需要编故事 像我们的话 我们都是真才实料 我们是真的找什么 未来有前景的股票 比如说像 人工智慧 仪鼎的部分 我说人工智慧 已经慢慢扩升到 后端记忆体 后端的记忆体也需要 怎么样 快一点 你快一点 你那个人工智慧的反应 才会更快一点 好 你看 所以持续的向上 有没有 我们那天讲完 今天还在创新高 林群 上星期五跟大家讲 涨停 对不对 今天再涨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反而 对不对 老师你说 这种股票你不敢买 好 我们也有那种 稳定慢慢向上的人工智慧股 我们那天跟大家讲 火热的心大涨 5%最高 今天呢 还是一样 开盘就涨起来 震荡维持在高档 这是星期五的收盘价 这条白线是星期五的 这条白线是星期五的收盘价 所以一开盘就是开高 就是在高档震荡 收高 从我们进场到今天开始 还是持续的赚钱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各国政府都在拆弹拆弹 有没有 咔嚓咔嚓把站都剪掉 你拆弹了吗 重点是你拆弹了吗 你不拆弹永远没机会 因为你会发现全新的主流 正在瞧瞧的不断的向上 你的股票呢 会不会是旧的主流 对不对 大家都在拆弹 你拆了吗 我们看啊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观光类股 是有要小心一点 你看我们从2月16号跟大家讲观光陌生段 2月17号跟大家讲观光陌生段 2月16号继续跟大家分享观光是陌生段啊 我连什么上星期五八方云集 长一颗我跟大家分享 我说这就是一个反弹啊 这就是反弹啊 反弹你应该怎样 反弹无力的时候 赶快把这些旧的主流给换到新的主流 对不对 你看八方云集今天是不是就收黑 再来精华部分 今天再涨3% 有涨很多嘛 跌了那么多涨那么多 当然我也希望他反弹能反高一点 让大家都能出得掉 但是反弹能反弹到多少 其实没有人能知道 但这时候我讲反弹可能会有人说 哎 韩瑟 韩瑟今天涨停 我觉得讲韩瑟真的没什么意思 这小型股涨停很快 跌停也很快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类股都是 但是未来啊可能比较难有机会 因为你会发现该出来的利多都出来 就像我刚刚讲的利多不涨就是要出 旁边上有很多观光类股 比如说像潮河航啊 持续往下跌 我们讲很久了嘛 2610 2610 有没有 华河航涨不起来啊 不是已经观光全开了吗 班机慢慢恢复正常了 涨不起来就是涨不起来 那一天说开放大陆 就是几个景点 有没有几个点可以就是说直飞 结果就挡这一根 那一天我也跟大家讲这就是反弹啊 后续你看持续的往下跌啊 那更别提什么 长榮 扬名 万海 还有什么 比如说像 散传航运 四维航 四维航 这一些啊我认为 都是陌生段 你看2603 2615 万海 都是持续往下跌 这种啊 为什么说他陌生段 应该 应该说 已经结束了啊 跌幅已经结束 已经没有陌生了啊 对不起啊 长榮 观光类股是陌生段啊 航运类股的部分 其实已经谈了好几次了 我们以就是2609 扬名来看 其实他从最高点一路往下跌 反弹无力继续往下跌 跌到这边跌那么深 他其实也不过就是反弹 前波的一个压力线 70块也上不去 你说这未来会大喷 难啊 尤其是啊 你要在这边高点 你看很多人套在这相对的很高点 那该怎么办 我认为啊 还是要换新的股票才有机会 如果你不换 比如说像之前一堆人在抢药 对不对 南光嘛 你看这边反弹 你这边不出来 反弹你这边不出 反弹你这边不出 你看这边一路在往下跌 强生 强生人真的很好耶 强生人好好 还给你创新高 跟你提示一下 有没有 开高走低 爆天亮 就代表说 这走势结束嘛 脚掉了嘛 对不对 这边给你出你不出 你看又让他继续往下跌 然后呢 只能继续报了 那我们呢 我们坚持选什么 四大主流嘛 就是包含AI车用 网通 新能源 而且 我们都是领先市场提前布局 我们怎么领先市场 大家可以看嘛 我们就是看基本面 技术面 产业面 消息面 我们是面面俱到 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上次跟大家讲 才没多久 你就可以验证 我们都是跟大家讲 在极低点 我们都是讲到黑 我们不是每天跟你讲涨停 然后一直讲涨停 一直讲涨停 连黑 我都跟你讲 你可以去看一下 3月13号 那天我跟大家讲的节目 最后一段 你直接跳过去 最后看下去 你会发现 我那天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绿能 太阳能 我那天讲的太阳能 结果呢 绿能 太阳能 今天你看 热氏绿能今天是不是又一根涨停 太阳 是不是大涨5% 大涨5% 好 那你说 选股怎么选 我帮大家已经挑出一个大方向 你发现 你绿能那股你随便买 你随便都赚啊 赚多赚少而已啊 元金 元金有没有赚 有没有赚 都涨了 好 再来安吉 有没有赚 涨嘛 联 和 再 深 联 和再深有没有赚 少赚 但是也是赚 对不对 然后你要看上尾嘛 风力发电 一样没赔嘛 对不对 太阳能肋股全涨 那你更别提什么 茂迪 茂迪是不是大涨 对不对 你看我跟大家提醒的时候 我说太阳能肋股你要注意 绿能肋股要注意 而且我们讲很久了 我们不是第一天在跟你讲绿能 绿能绿能不就是新能源吗 绿能难道是旧能源吗 绿能难道是旧能源吗 对不对 好你看又再次印证 我们都是逢低跟大家分享 那你要问我说这些肋股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 其实我觉得最近除了这四种之外 你会发现 工业电脑最近也蛮强的 尤其是星际 今天是涨停 那既然星际涨停代表工业电脑 还是有一定的筹码在这一块 那星际涨停的话 大家就可以去留意什么 相关工业电脑的族群 比如说像红宝 红宝做什么 红宝做自动支付 自动收付的 我们不是在疫情期间 我跟大家讲过 疫情期间大家都很习惯用什么 就是信用卡刷 就是或者是 就是无现金支付 比如说像我用Apple Watch 或者是用悠悠卡逼 信用卡逼 你就不用拿钱出来 他们就做那种POSE系统 专门做收付的 所以你看 股价还是很强势的 再来呢 微田也是值得搭流 你看总是很强 整个震荡不跌 在那边守住 守住这间 大盘下跌 他照样收红 你看他为什么会那么强 因为他布局 我们跟大家讲 你看车用 还有新能源 车用跟新能源 他都有车载 在工业自动化 也是很重要 因为现在不是到处缺工 到处缺工的话 自动化 这需求不就是会持续提高 在融层电 融层电的话 你看他为什么会这么飙 又是一样 是不是跟我们四大题材 也有关心的 我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你看他布局什么 国防 新能源 车 电动车 仪表板 他做什么的 他做触控 液晶萤幕的研发 那些很多车用 都是触控的触控的 对不对 所以融层电 也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你看一下 100块快要破 还有哪些工业电脑 相关类估 因为时间有些 时间快不够了 好像时间过很快 所以还有哪一些 我会在明天早上公布 因为你今天加进来我们的Line 那你先等一下 我们最晚最晚明天早上 会跟大家公布 还有哪一些 就是工业电脑相关的股票 那你现在只要加入我的Line 打开你的手机相机 掃描 这个QR Code 就可以加入了 那或者是你想用关键字的方式搜寻 你也可以打小组GD1788 你不用跟我讲什么 有很多老师 你回我什么 我就等一下这样 不用 我直接跟你分享 好不好 有哪一些工业电脑的类骨 那当然呢 我们主力 还是布局在哪里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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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就是一个大主流 未来的趋势 未来的大方向 就是AI 你看 零群也是最早我们跟大家分享 上个星期五一根涨停 今天又再一根涨停 已经两根涨停版了 对不对 零一之前也是跟大家分享 今天是不是涨6% 那再来呢 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的 还有一档 叫什么 威胜 威胜 你看一下 今天呢 今天的威胜 是不是也是一样 逢低之后呢 就一路向上涨 一直向上涨 你观察一下今天的台股 今天台股是不断的往下跌 不断的往下跌 你看我们的威胜 不断的向上涨 这就是AI的力量 你看威胜 我也是第一天跟大家分享 早在我们之前就跟大家分享 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 我每一期 我几乎168都在讲人工智慧 来 人工智慧呢 底部布局之后一根向上 威胜 不是第一天讲 有常看我们的节目都知道 威胜就是我们的股票 底部布局持续向上 一根涨停 涨停完之后持续的 再创新高 创新高完之后震荡 我也没在怕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没怕 因为我们懂基本面 基本面你去看一下 营收跟刚才的宏达电 有没有不一样 营收持续向上 它不是元宇宙 你不要再把它搞成元宇宙 它叫做人工智慧了啦 你看一下 它的营收持续向上 获利 油亏转赢 油亏转赢 它最飘悍 所以呢 这样子的震荡 我们也没在怕 你懂这个 基本面 你就不会害怕 你不会害怕 震荡 你反而会问我什么 很多 我的学员 都问老师还可不可以加码 我都找时间点再跟他们加码 你看没多久有一根涨停 涨停之后呢 最近因为大盘比较不好 持续的震荡 so what so what 今天呢 是不是要继续收红 准备要再创新高了 有没有较劲 有较劲嘛 对不对 有较劲嘛 而且你看我们较劲的价格 74 现在是几块 91啊 91.8 74到91 74到91啊 强不强 那你说我们有没有加码 我们会员朋友都可以作证 有没有加码 你来我就跟你分享了 这毕竟是会员的权益嘛 我们会员都买了很多 重压布局啊 买个500张500万一堆人啊 好再来呢 还有什么 比如说人工智慧 四星 我上个星期三 是不是在这一根 我跟大家讲说 我认为我要重磅出局 挥棒了 我一挥棒 隔天就涨停板 涨停板之后呢 隔一天 有没有 又再碰一次 涨停板 再创新高 创完新高之后 今天呢 星期一 又再创新高 是不是上个星期三 跟大家分享 我说初级就初级 没有因为美股大跌 没有因为台股大跌 而有所影响 完全没有打到我们脸 这就是你看 人工智慧的力量 有没有 进场 涨停 涨停完之后 再次碰到一根涨停 涨停完之后 今天呢 有没有 再创新高 较劲 基本面 全部都看过 营收获利 持续的再创新高 所以我跟大家讲 未来的趋势 未来的大方向 就是在 人工智慧 而且我跟四星 也不是第一天 跟大家分享 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在免费跟你讲的时候 你可能不以为意 但是我持续加码 持续的重要布局 我在打开来的时候 你又开始后悔 为什么没有跟 你看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讲 二月底跟大家讲 有没有 我说你只要按这个彩蛋 我就送大家这句话 瑞特四星广机 对不对 你说有没有四星 有没有四星 我们有没有买 你看一下今天的分时图 持续的向上 大盘呢 持续的向下 我们的四星 持续的向上 是有影响吗 完全没影响 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 这一波 就是星期四之前 一定要进场买股票 你现在手上有很多旧主流 比如说像航运 观光 这些类鼓族群 反弹 弹不上去 都要换 所以最近有很多 旧新的会员 都一直来找我 找我什么 报名我们的拆弹班 为什么来找我 报名拆弹班 因为他们没有勇气 有的时候 要勇气的不只是爱 投资 也很需要勇气 所以你没有勇气 你不知道要哪些股票 要换 赶快加入我们行列 让我来帮你 旧换新 最后两天 旧股票 换新股票 拆弹换上 AI大行情 如果想要跟上 我们的AI大行情 可以透过下面的电话 或透过旁边的LINE 来直接跟我们联系 今天节目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投资握力 放眼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 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面面俱到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 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 记得要按赞 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